那时的我,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看不到光明 每天醒来都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只是一场梦 在梦境里,我渴望着爱与悲哀 但现实却是无止境的暴力 多么希望有人可以带着我,逃离这可怕的噩梦 近15年,18岁以下受虐儿人数,每年平均落在一万两千多名 而我,是藏匿在那片汪洋树枝底下的黑树 我的爸爸是名消防员,妈妈是幼儿园教师 在外人眼中,我的家庭是多么幸福美满啊 妈妈的朋友总是说,你家得很好,孩子又乖巧 小班,你这样真好啊,先生工作稳定,钱又赚得多,孩子又乖巧啊,真羡慕你啊 没有人知道,我和妈妈,每天都在噩梦中生活 你是虎儿园教师啊,你是虎儿园吗,要不要去死一死啊 这些妈妈的话,冲刺在我的童年生活里 每天只要听到熟悉的机车声 就像一道警钟,提醒着我,爸爸即将回到家 我都会下意识地躲进二楼的房间,不敢下楼 即便如此,我仍然无法逃过被他殴打的命运 我的爸爸整天沉迷于吃喝飘赌 回到家,就是开始摔东西 接着,继续对我动手 对你们来说,平常见惯的物品 却是爸爸时常拿来打我的东西 妈妈常常为了保护我,而一同遭受殴打 妈妈哭着对我说,孩子,妈妈对不起你 让你每天活在恐惧中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和爸爸离婚 让你们平安长大 无法理解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为何我的爸爸要一直打我 曾经以为是我不够乖巧 也曾经以为是妈妈不够贤惠 不管我怎么努力 爸爸对我就是不屑一顾 大家最常照镜子是什么时候 应该都是在镜子面前露出有自信的一面吧 然而对我来说,最常照镜子的时刻 却是看着镜子前 亲一块,亲一块,亲一块的自己 看着身上的伤痕 这样的人生 让我感到 生无可恋 我怀疑自己 是否应该继续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哭着对妈妈说 你们可不可以离婚啊 我觉得我快要活不下去了 我再也不期待得到爸爸的爱 只要有妈妈陪伴我就已足够 签下离婚写一书的那天 我跟着妈妈的背影 勇敢地踏出那个充满暴力的婚姻 虽然我遍体领伤 当我感受到妈妈的爱 我想如果我变坏了 那妈妈怎么办 我努力成为护理师 不断地精进自己 因为这一切 我想要好好活下去 我希望妈妈幸福 所以我决定变得更加坚强 在工作第四年 我被派到急诊支援 当时在班内 看到受包妇女及儿童 被送来医院 看见他们受包的伤痕与反应 内心深长的危险记忆 再度被处罚 当下我感到全身发抖 只冒冷汗 突然间我意识到 那个不是我 我想要帮助曾经受伤的自己 也想帮助更多 和我一样有家暴经验的人 我开始参加防暴宣讲人员的培训课程 运用索学去宣讲 为了让社区防暴的概念能够更加的深入 卫福部其实从106年开始就推行了防暴宣讲师这个制度 那我们高雄市也在110年开始自己办培训的课程 那希望的就是借由社区防暴宣讲师深入每一个社区 去把性别暴力乃至于家庭暴力防治的观念能够更加的深入 社区防暴是我毕生的使命 如果今天我的小孩来打我第一次的时候 我要不要赶快就通报 老师问大家要不要赶快通报 没错一定要喔 因为今天老人不耐打 打了一次不知道哪边裂掉了 你都不知道耶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女权会 那我们女权会其实一直也是高雄的在地的性别团体 那我们其实主要的成员的老师们其实都是来自于性别专业领域的 那我们这几年来其实就是到社区 然后跟长辈谈例如说多元形态家庭或者是性别暴力防治的议题 那瑞同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女权会社区讲师一直以来合作的老师这样子 然后其实也很谢谢老师 因为老师其实他会运用一些老师本身呢 老师本身的气质就是非常的湖泼 然后呢非常的接地气 所以其实很多长辈其实在上 除了上课之余 其实呢也是也是 其实还蛮开心也享受这堂课 而且此外其实老师本身自己也有护理师的背景 所以他其实也会带一些运动 所以其实让长辈除了学习一些性别暴力防治的议题以外 其实他们也会接受到一些 例如说长照啊保健的议题这样子 就是让大家在社区的教学课程中就是有得玩 然后又有得学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一直都非常的谢谢老师 然后也希望说女权会之后也跟老师一起努力下去 比较知道说我们对于女性要怎么去尊重 我们要尊重各式各样的人体 然后也不要去去性别 不要去歧视 然后要去尊重她的 然后性少女 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遇到性少女的话 可以去找什么沟通的方式 听完家暴防治的宣讲后 让我想起隔壁邻居之前发生的故事 原来当时他们家发出的打骂声响 就是暴力的一种对待方式 如果我早点知道113专线的应用 也许就能帮助隔壁跟我同龄的孩子 免于可怕的经历 可以保护老人 可以不利用 受伴或是 让人照顾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政府提供很多支援 我们的家庭隔壁 如果遇到这种政行 他就不知道 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介绍 可以跟他们送面 大家会非常方便 二指暴力事件 从你我开始 别忘了 如果身边有遇到状况的事情 记得打113专线 我借着自身经历 和更多人分享 坦然面对自己过去的伤痛 将这段过程 转换成身体力行的教材 从一开始宣讲时的颤抖 慢慢的增加勇气与信心 我带着感谢 感恩每一位 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希望未来不再有暴力事件的发生 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共创 零暴力的美好生活